吴景言道歉,对不起。 网友,你惹谁不好,还没哄呢? 吴景言道歉,对不起。 网友,你惹谁不好,还没哄呢? 文木子。 听说吴景言最近因为演习攻略火了。 微博粉丝也增加了,采访也多了,通告也多了,脾气也上涨了。 今日,一则关于吴景言团队被央视电影报道栏目组控诉的消息上了热搜,对方指明道姓指责吴景言以及他的团队在这次采访当中耍大牌,称原本定好的地点没协调好之外,让采访的记者们扑了个空,接住又说转移了地方。 等媒体记者过去后,昌地的费用又还没支付,辗转好几次,一次都没协调好,最后还声称吴景言的档期太满,需要赶付下一个行程,导致采访在很紧凑的时间内弄得不欢而散了。 有网友爆料,关于中国电影报道对于吴景言的采访,其实早在三天前就晚事了,但是中国电影报道昨天才发出声明来,摆明了记者朋友已经给了吴景言团队三天的时间, 但是一直未见对方给的说法,这才激怒央视电影官博在微博上点名道性地批评吴景言以及他的团队了。 吴景言所属公司在得知自己的艺人犯错之后,也是立马在凌晨发布声明,公开道歉 但中国电影报道,称一定会彻查,会自我检讨,追责当事人的责任,在这点上,欢愉影视也是毫不犹豫认错了,毕竟是央视爸爸,如何能惹。 要知道中国电影报道在娱乐圈的权威有多大,敢带上中国字眼的节目,就一定不会简单,娱乐圈中的元老级人物,比如周星驰宋丹丹,接到该栏目的邀请,也会想办法挤出时间配合采访, 著名导演冯小刚更是直接提字祝贺中国电影报道官网开通,可见该栏目在影视圈中的地位。 舆论风波一向是传播的最快的,你一句我一句,难赌悠悠重口,就在一家人看好戏的同时, 吴锦岩本人也是发文致歉中国电影报道称,对不起,希望自己成长中的每一部都有媒体和大众的监督,语气重肯,没有过多的言语,仅用三个字便回应了此事。 人同事非多,演起攻略中未应落的人受太淘气了,只能说是这部剧成就了吴锦岩,有很多网友认为,并不是他演的有多好,而是剧本好,配角也很棒,就衬托出他的光环来了,换成任何一个人来演,都会火,其实也并无一点道理, 如今虽然红了一点,但是也挑不起什么大的风浪。 吴锦岩出道至今也有七年多了,但是说起作品却是一部没有,在娱乐圈就跟个路人没两票,如今被于正看中,担任女主,不光光是演起攻略,于正接下来的几部古装大作都由他承包了,看来寄予厚望啊。 可现在一部戏就让他的团队如此大牌,设想以后要火到一线女星的行列了,敢问谁还入得了她们的法眼。 还真和电视剧里演的一样了,总是有那么几个小情的艺人,得势之后就说话的语气都变了。 惹谁不好惹牛古鹿CCTV,还没开始红,就开始飘了。 从一路上任重道远,以德为先,这次的事件无疑是让吴锦炎背锅了,作为艺人,他也不可能置身事外,所以多少和他有点关系,以后还是好好演戏来补救今天败光的路人好感吧。 对此,你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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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